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说起,糖尿病人群是能吃水果的 但是只需要谨慎的选择 医生提醒我们,有的水果不甜,但是糖分高 有的水果很甜,但是糖分低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迷惑 想要好好的享受美味,又想控制好血糖 下面这六种水果可以放心的吃 糖尿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糖尿病人群对于食物的摄取有着严格的要求 那么低糖水果又有哪些呢? 我们就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种是雪莲果 雪莲果产于云南,是一种纯天然的绿式食品 果肉晶莹剔透,脆甜爽口 富含多种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以及钙、鲜、铭等多种微量元素 莲果果实、寡糖含量是所有植物中最高的 果寡糖含量高、热量低、富含水溶性纤维 其碳水化合物却不为人体吸收 因此特别适合糖尿病人群食用 特别是这个季节吃雪莲果还能起到很好的减肥作用 不仅不会导致身体发胖以及血糖升高 同时还具有降低血糖的功效 雪莲果中还含有大量丰富胰岛素、鸭成分 适当的食用不仅可以降血糖 还可以对心脑血管疾病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第二种柚子 柚子酸酸甜甜的又多汁 不仅低脂肪、低热量 科学食用还能够辅助降血糖 柚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几乎是等量苹果的八倍 食用柚子能够有助于人体抗氧化 加速清除自由基 从而预防神经血管的病变 并能预防糖尿病、足等感染、问题的发生 柚子还是一种高甲、低辣的食疗水果 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辣离子 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适合伴有高血压问题的糖尿病人群食用 新鲜的柚子中还含有类似于胰岛素成分的个 能够发挥降低血糖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柚子当中的个元素 仅仅能发挥辅助治疗作用 糖尿病人不能以单纯使用柚子的方法来代替 常规的药物治疗 柚子中的柚肝配肌有助于人体提高胰岛素敏感度 所以适当地吃一些柚子 对于预防和改善糖尿病都有非常多的好处 有研究表明 柚皮肝有预防心血管疾病 抗氧化、抗肿瘤等功效 不过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柚子能够影响的药物比较多 在一些情况下会减少药物排出 从而增加药效 有时候可以干扰药物的转运 所以降低了药效 比如部分降压药类药物 以及部分降糖、胆固醇的他丁类药物 还有部分器官移植后使用的看排液的反应药物 部分用于治疗心率失产的药物等等 所以大家在吃这些药的时候 千万不要与幼稚同时 第三种巴勒果 巴勒果也有人叫它方石瘤 巴勒果、果皮薄 果肉厚、清甜、脆爽 含较高的维生素A、维生素C 纤维质以及磷、钾、钙、鎂等微量元素 另外果实也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常吃能够抗老化 有降低血糖的功效 对于糖尿病人有很好的作用 糖尿病患者经常吃巴勒 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水平 大部分的糖尿病患者都有缺乏钙的现象 巴勒果的果肉和果叶都含有大量的有机割 这种物质对人体的糖代谢有重要的作用 巴勒果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其中蛋白质和维C含量尤为突出 防止细胞受到破坏而导致癌细胞的病变 避免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第四种木瓜 木瓜含有丰富的木瓜酵素 凝乳酶、胡萝卜素等 并含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营养成分 木瓜里含有的蛋白酵素有助于分解蛋白质和淀粉 它可以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 此外还对消化系统有好处 因为它含有木瓜碱还有抗癌的功效 有助于糖尿病患者增强体质 木瓜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奇敦、果酸 可以有氧化血管降低血脂的功效 对于糖尿病和病高血脂以及动脉硬化 患者确实有特别的好处 木瓜中富含17种以上的氨基酸以及钙、铁等等 还有木瓜蛋白酶、还有放木瓜、碱等等 可以给糖尿病人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而且木瓜还有大量的水分 还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对人体的抗病能力都能够增加 所以木瓜的好处特别的多 但是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 每次吃100至200克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保证它的安全性 第六,猕猴桃 猕猴桃是含糖量较低的水果 同时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P等多种维生素 也含有钙、铃、铁、铅、钾等微量元素 所以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人群 在血糖控制稳定的情况下 可以适当地吃一些猕猴桃 但是也需要注意进食的时间和量 糖尿病人群吃猕猴桃可以作为加餐食用 猕猴桃中的维生素C可以提高降血压的能力 其中的鸡醇是有效的调节血糖代谢的成分 总之吃水果的时候也要放在两餐中间吃 也可以作为加餐吃 这样子对血糖是有好处的 这里还需要提醒糖友们别被迷惑了 这四种水果吃的不甜 但它的含糖量却很高 第一种山楂 鲜山楂吃起来口感酸涩 很多人就误解为含糖量低 其实山楂的含糖量高达25.1% 所以糖友们每次食用也不要超过8颗 第二种椰子 很多地区椰子是一种补充能量的水果 无论是椰子肉还是椰子汁 很多人都觉得好吃 纯天然淡淡的奶香 但是它的糖分却高到爆炸 第三种火龙果 火龙果的味道虽然比较淡 但它的含糖量约在14%左右 虽然含糖量不是很高 但其中70%至80%为葡萄糖 生糖速度较快 糖友们不能多吃 第四种百香果 百香果含糖量在13% 近几年来百香果大火 大大小小的饮品店都有它的身影 其味道偏酸 大含糖量有13%左右 糖友们可以适当地吃点百香果 但绝不能因为吃起来不甜 就放松了警惕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